好 再看到NCE违法烂权观众TN其实在听证程序上 不管是前中后都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 那么有更多NCE违法监权烂权关掉中天市政 锁定主播何慧荣的系列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 5月10号就是呢 要宣判的日子了 还记得两年多前中天被迫关台的这一天吗 相信非常多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忍不住落泪 但我们不放弃监督的力量必须要走下去 下个星期三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北高行要来宣判了 从关台到这一天880天终于要等来一审的判决结果 不过今天要跟观众朋友来揭秘 其实就在整个的速胜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很多过去NCC对我们隐藏的真相 这些证据现在在法庭上面通通都一一的来现行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着重告诉大家的就是 NCC既然用了所谓的AB评分标准来判中天 不予换照这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凭中天的评分标准又是什么呢 分成两大项目来看 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就是未来六年的一个营运计划 占总分的60% 那么第二个区块就是这一个 是过去到省照当下的营运执行的报告 评券结果以及改正的情形 这占比是40% 这两项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明明NCC在107年的时候就定出了一个新的评分标准 但他回过头来使用了旧的105年的标准 而且旧这么刚好 这个旧的标准对中天是相对不利的 到底是凭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就看到下一张的部分 乍看之下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评分标准 不太好理解说 到底是哪个部分对中天不利了 是哪个部分呢 对我们来说不公平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其实各位还记得中天被NCC不予换照的五大理由吗 其中之一 第一项他就说中天新闻屡屡违反法律规范 新闻专业难以落实 他第二个说什么 内控与自律机制失了 而且未能维护新闻专业 有没有感觉很熟悉啊 这个内控自律机制的问题 不就是这一条吗 内部控管机制与自律组织运作的评分项目 你可以去对应的上吗 这是第二项的理由 第一项所谓中天多次违反法律规范 也是跟这个项目有关啊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配分里面呢 其实特别的把20分 你看到这个部分呢 在这一次平中天的时候特别特别拉高了 而这个项目我们独立来看 它里面有9个子项目 其中呢 我们就来看到了 在倒数第二项 违反了本法之记录 就是我们用这个蓝色底 帮各位来标注的部分 这不就是扣中天被裁罚的这件事吗 但大家知道的 所谓裁罚太多 根本就是NCC的恶意裁罚 我们都已经十年胜了 等同法院都认证了NCC滥罚啊 那NCC关台的理由不复存在啦 是不是应该还我们执照呢 而且更扯的是 你看整个的内部控管呢 刚刚讲到配分20分耶 但其实NCC自己的规范标准呢 应该是只占8分啊 所以NCC从一开始就在搞黑箱 也不让中天来月券 根本连怎么被弄挂掉的都不知道 这就是开庭之后呢 才被NCC拿出来当证据 今天才能在这边秀给大家看 曝光的这个秘形 所以这整个部分呢 就连法官上哦 他都新政去质疑了NCC 他说你现在是想怎样就怎样 搞AB评分标准 各位行政法庭跟一般的刑事啦 民事法庭的攻防重点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关键 所有的行政程序有疑议 有抵触有失程序正义的 其实都有可能是行政法庭上 让NCC被判败的一个关键 所以现在就希望说下周三 能够顺利的拿下胜诉 请大家呢记起来哦 赶快拿小本本抄起来 下个星期三五月十号 在下午的两点钟开始 我们新闻团队呢 就会提前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以及北高行来做转播 所以请大家呢 也可以关注我们各节整点的特报 会一一的告诉大家 当初NCC没让你知道 没告诉你的事情 现在一一的被揭发